同学们,我们现在要上的是华语 你们准备好了吗? 请拿出你们的华语课本 华语课本 翻开第21页 接下来我们一起读一读 读一读 今天是晴天 我们一起去野餐 今天是晴天 我们一起去野餐 阴天了,快要下雨了 阴天了,快要下雨了 刮风天时,可以去放风筝 刮风天时,可以去放风筝 雨天时,出门要带伞 雨天时,出门要带伞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张图片 它说今天是晴天 晴天就代表我们会有太阳 等有太阳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户外运动 比如说野餐,跑步,踢足球,打篮球,游泳等等 晴天,有太阳,可以做很多户外运动 比如野餐,打篮球,踢足球,游泳等等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张图片 阴天 阴天,它说快要下雨了 你看乌云很多,已经把太阳遮住了 所以阳光照射不进来 天空看起来灰灰暗暗的 这代表阴天 阴天通常出现在下雨之前 等阴天出现的时候 就代表快要下雨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张图片 刮风天 刮风天 它们可以放风筝 刮风天就代表有很大很大的风 最适合放风筝了 因为风筝需要很大很大的风 才会飞起来 所以刮风天最适合放风筝 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图片 雨天 雨天 雨天就代表会有小雨点滴下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带伞 一定要带雨伞 不然那个小雨点 不然那个小雨点就会滴到我们全身都 湿湿的 所以雨天我们一定要带伞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现在我们翻开华文作业的第21页 接下来我们读一读 接下来我们读一读这里的标题 太阳 我们来读一读这里的句子 小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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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雨衣和撑伞回家 小与穿雨衣和撑伞回家 穿雨衣和撑伞 是什么天气我们才需要穿雨衣和撑伞 对了雨天 所以我们不需要打勾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句 妈妈正在晒衣服 妈妈正在晒衣服 晒衣服 在什么天气能够晒衣服 晴天 阴天 颇风天 还是雨天 很好 晴天 所以我们打勾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句 爸爸和哥哥去放风筝 爸爸和哥哥去放风筝 放风筝 什么天气最适合放风筝 刮风天 所以我们不需要打勾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 外面雷声隆隆 大家都躲到屋子里去了 外面雷声隆隆 大家都躲到屋子里面去了 雷声隆隆 什么天气会雷声隆隆 晴天会雷声隆隆吗 不会 所以是雨天 只有在雨天的时候才会雷声隆隆 所以我们需要打勾吗 不需要 我们看最后一句 我们看最后一句 天气很热 爷爷坐在树下乘凉 天气很热 爷爷坐在树下乘凉 天气很热 老师说过在晴天的时候 有大太阳 所以会很热 所以这一句也是代表晴天 所以我们也是要画 O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面的生字 晴天 晴天 我们要跟着这里的笔孙 把生字晴天写出来 首先我们要先写 竖 横折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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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横过后 竖下来 铁 横折 勾 横 横 琴 接下来我们写天 横 横 撇 那 天 晴天 晴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华文练习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华文练习 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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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一连 看图 连词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字 太阳 太阳 写 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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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 蓝天 上学 上学 小鸟 小鸟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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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太阳 哪一个图片代表太阳呢 把这个字和太阳连起来 同学们自己找一找哪一个是太阳呢 然后把太阳跟图片连起来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字 写字 同学们找一找哪一个图片代表写字 然后把身子写字连到正确的图片上 接下来 蓝天 我们找一找哪一张图片有蓝天 哪一张图片代表蓝天 然后我们把蓝天连到正确的答案 接下来 上学 上学 哪一个图片代表上学呢 上学看得到学校跟同学 还背着书吧 所以同学们自己找一找哪一对图片代表上学 然后连起来 接下来 小鸟 小鸟 找一找小鸟到底在哪里呢 然后连起来 最后一个 读书 读书 谁在读书呢 找一找 把答案连起来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再见同学们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